好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同學問到說這個去背的部分啊 去背真的要錢嗎 不一定 要錢的 是現在這位同學立民草原狼那位 喔哎喲 怎麼有同學把我刪掉刪掉 但是沒有關係 Google的好處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你以為刪掉我就看不到 過來 我看一下 這樣對不對 你看下面這裡有沒有顯示詳細修訂項目 一打開 所以這我們上課可以用真的 剛剛這位同學以為毀屍滅跡了 回頭 有沒有看到 隨時可以回到過去好嗎 事實上說真的我現在上課的話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講 我常常會請過去我教一下同學 好 我先講一下那個去背的部分啊 你用AE確實用Colorkey是一個方法 但是AE一般來講我會用另外一個濾鏡 它內建還有另外一個 呃叫做什麼 我有點忘記名稱 但是那個會比Colorkey好一點 好 那你如果要不用錢的 你可以來找 在我部落格裡面 你可以找一下威力導演 威力導演這幾年 他都是在有新版本推出 像現在最新版是15 那他的前一個版本 就會變成是免費的 但是他是Lite的版本 也就是說某些功能是有限制的 但是我們要的去背功能 是在免費的那個名單裡面 這樣了解 所以其實用它去背效果都不錯 你看我上面有寫有沒有 基本的剪輯藍綠目去背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所以呢 你如果進到這一個 上課我也會稍微講一下 不過這個軟體因為很簡單嘛 你看這個就是藍綠目去背的功能 有沒有把人去掉 對不對 這在它裡面 你只要把這個指定好顏色 挑好之後 再透過下面的選項調整一下 去背的效果不會比AE差 AE有它的好處 因為它比較靈活 可是去背效果 目前一般的剪接軟體 效果都還不錯 所以如果說您真的有去背的需求的話 你可以像我一樣就把這種 準備個藍目或綠目 知道為什麼要這兩種顏色嗎 拍人才需要 你拍寵物不用 因為就跟你拍其他商品一樣 這要看東西 但是人來講的話 螢光藍跟螢光綠 是身上比較沒有的 如果這位同學要來拍 螢光綠的是可以 那去背效果就很好 了解嗎 就是我們皮膚上比較沒有這樣的顏色 所以你會看到電視主播 他們不會穿螢光藍或螢光綠 這兩種 因為那個會讓它變成透明的 這樣清楚了 所以當然它有某些限制 可是呢 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去用 它有共通的序號 這樣了解 這個是稍微跟大家回覆一下的 好 那我再看一下 哪位同學有問題的 我回到這裡來 內建麥克風已經被清掉了 剛剛不是內建麥克風這個已經清掉了 沒有聲音 這是你的問題嗎 好你看 雖然你刪掉我還看得到 哆啦A夢壞掉 校邊怎麼關 有 不錯啊 三下對不對 來校邊在這裡 你看它的快速鍵在這邊 有沒有預設是滑鼠連點三下 不過平常我通常會把這個關掉 因為有時候我用的軟體 有時候不小心要連點三下 所以我就會把這個關掉 那你要怎麼樣開比較好 你只要看得到這個圖示 你看喔 先把它隱藏 先把它顯示出來 如果你看得到這個圖示 你就 我放大一點來 你看到這個圖示 按滑鼠右鍵就好了 有沒有消失 滑鼠的右邊 用滑鼠右邊來點這個 點一下消失 點一下出現 就按那個圖 那如果你的圖 會怎麼樣 會縮到這裡面來的 有沒有 有的人圖是縮在這裡面的 請問可以怎麼用 我放大到各位畫面上 我放大到各位畫面上 這樣你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有了嗎 有的齁 如果你的圖在這邊怎麼辦 按著叫它來外面 這樣會嗎 它就不會躲在裡面 你如果要很勤勞的 可以按右鍵 內容 然後慢慢調 但是我現在都比較偷懶 所以 你喜歡它 你就叫它出來 不喜歡它 就叫它回去 這樣就好了 這樣你的 有一些你需要用的通知列 就自動放在外面 我們要按比較方便 這樣清楚了嗎 可以的齁 好 我看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那個大家都很問畫圖 好的 OK